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超过九成面积是山地 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 最多的地区 为了协助贫困户走出深山 贵州在崇山晋令之间 收建了两万多座桥梁 打通对外联系的交通 更加创造几十个世界第一 位于贵州和云南交界处的 北盘江第一桥 是世界第一高桥 桥面离地高到565米 相当于200层楼高 施工团队采用创新技术 安装降行梁 2016年大桥通车之后 居民出行无需翻越峡谷 2019年通车的平塘特大桥 332米的主塔是世界最高的 运营土桥塔 还在建的德鱼高速乌江特大桥 主桥跨道504米 落城之后是世界最大跨境的 上城式钢管运营土拱桥 在公路大桥和铁路连接下 山川天线变成高速平原 贵州不再与世隔绝 2021年贵州900多万人成功脱贫 成为扶贫工程的一大典范 更深 更快 更远 科技引领未来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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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则 则 白